咳咳 生平良朋 不能相忘 哼 為什麼我讀出來 我就覺得好尷尬 哈囉大家好 我是Gini 今天看到我的妝容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呢 因為今天早上去拍了新年MV 難得今天畫得這樣子的妝容 就順便來拍一支影片囉 其實前陣子 我就投資了一部相機 所以希望以後可以多拍一些我的生活啊 多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的 所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紀念冊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紀念冊 尤其是我們在小學時期 我自己本身的小學 六年裡面我的紀念冊 就已經有三本這麼多 很誇張是不是 其實我當時候在很多同學的眼裡就是 看到Gini就是可以寫紀念冊了 身邊還是有一些朋友 其實他們還蠻樂意去寫紀念冊的 而且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 我幹嘛啊 今天呢 要給大家看一看 回憶一下 你小學的紀念冊裡面有沒有這麼白目的一些文字 這一本其實是我很愛的紀念冊 但是裡面其實是蠻空的 我印象中我不是很捨得讓朋友去寫 給大家看裡面你們就知道了 他就是那頁很漂亮這樣子 如果朋友拿到的話 他就需要寫這一頁 第二本 我想這一本比較普通吧 因為據我所知2002年我10歲 我10歲幹嘛要有紀念冊 第一頁就是要有什麼你知道嗎 規則 請在最後一頁寫上姓名 生日日期還有簽名 為什麼要在最後一頁 這是簽到簽嗎 這一本呢是我最愛的一本 它就是我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真正讓一些非常友好的老師啊 朋友寫的 而且它的內頁很漂亮哦 不過很可惜的是 它的外面已經不見了 好像弄丟了 我翻了七頁 我到底是有多愛寫紀念冊 前面七頁都是我自己寫的 我是沒有朋友嗎 有一頁的理想 到現在還是我的夢想耶 Go to Disneyland 我很愛很愛迪斯尼 然後一直有這一個夢想 希望有一天可以踏入所有的迪斯尼 興趣是 Play Computer and Badminton 我是一個超討厭運動的人 我幾時喜歡打羽毛球 這個字體看起來 應該有比剛才那個還要小 很年輕的時候寫的 我的理想是 不會死 到處去玩 一樣去Disneyland當老師 當老師 去Disneyland 欸 我真的很想要去Disneyland耶 這是我最舊最舊一張的 我自己寫給自己的紀念冊 這邊好像有紀錄二年級之後寫的 我的理想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100本紀念冊 看來就是要出賣小學朋友的一集 Disneyland 她的理想是美國人 所以她是想要當美國人 是這位朋友現在好像還在馬來西亞吧 加油 第一本就已經那麼有趣了 天啊 我記得這位朋友了 Disneyland 她是一個從小就經常參加一些歌唱比賽的人 然後她的理想是當個唱歌老師 我不曉得她有沒有當唱歌老師 但是她還是我Facebook的朋友 然後她一直都有在各大的地方活動表演 大家還是很想要當老師耶 為什麼哈 然後到中學的時候就破滅了嘛 以前喜歡的音樂是什麼 想見你啊 光良品慣的雨過天晴啊 身邊 看我小小就聽這種歌了 All Westlife song 看來我這一個年代的人 都是聽Westlife的歌曲 M2M Blue 一千零一個願望 F4的第一時間 仔仔的Make a Wish 愛在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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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co Sammy Wow 這位朋友 她喜歡的歌是 《梅飛色舞》 S Club 7 來到六年級喜歡的偶像也有點不一樣 開始有了 F.I.R J.J. 林俊傑 April Lavigne David Tao 周杰倫來了晴天 七里香 我的地盤 SHE的歌也是在紀念冊出現蠻多頻率的 Bachi 最動聽這首歌知道嗎 聽見你的聲音 我想要看見你的眼睛 聽見你的聲音 烏哈 孤單北半球 Energy K1 逸達 現在的孩子應該不知道 最近非常紅的 男女孩對我說 真正的原唱是 黃逸達 Wu Liu The Boyfriend 守候 香港帝 香港帝 陳冠希 這種非常經典的 靠山山會倒 靠水水會流 山水靠不住 只好靠自己 新的朋友是金 舊的朋友是銀 既然有了金 別忘了銀 人生不可常見面 只好劉比做紀念 果然是劉比做紀念 同學我們都沒聯絡了 還有一個可能是 馬來西亞人會比較印象深刻的一個增言 I have a pen my pen is blue I have a friend my friend is you 這是所有紀念冊 應該會有的留言吧 我想 同學 他的增言還蠻有趣的 生平良朋 不能 想忘 他寫錯字耶 男同學寫給我的 爸爸駕車要車油 媽媽煮菜要用油 懷義讀書要加油 為什麼我讀出來 我覺得好尷尬 白米白又白 讀書要明白 如果不明白就要問 白白 我找到一個很尷尬的 懷義懷義真美麗 生了一個小baby 早上給他吃Curry 晚上給他喝Copy 不到三天就完畢 你說Happy不Happy OK 首先你說我很美麗 再來你就說我生了一個小baby 然後不到三天就死掉 然後你問我開不開心 A girl in a taxi wearing a maxi looking so sexy brinking a Pepsi the girl is 懷義 我從山中來 帶來一個箱 將子一打開 懷義跳出來 所以我是殭屍嗎 朋友交易交 還是你最好 還是你最好 可是你都沒有聯絡我呀 啊 這個螢光比有點太黃 我看不到 認識你是我前世修來的福氣 Are you sure 掛一串鱗魚屋簾下 在叮叮噹噹中 而你在夢裡中 我隨便翻幾頁 我就看得到 之前那兩本的差別了 一次年級同一個朋友寫的 他六年級寫的一些話 更是正能量 我現在看到一個留言 我覺得對現階段的 我也蠻有用的 一個人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 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 可能當時候看到這些文字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是現在回看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 哦 有達到耶 雷神就如一面鏡子 如果你要有鏡中的人笑 你自己就必須先笑 我想當時候 寫著這一個文字的朋友 應該也不了解他的意義 現在我唸回給你聽 你應該也覺得非常的有感觸吧 哦 對耶 連好朋友的名字都會寫下去耶 Best Friend是誰誰誰誰誰誰 他一定會寫一個 YOU 所以就是寫到誰的紀念冊 誰就是你的好朋友 看到這種亮亮的顏色嗎 你知道小學時期 我們就是會特別想要買這種 螢光色系的筆 這個是非常經典的 名片耶 對小時候有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非常厲害了 你非常有錢 其實還有這樣子的小書籤 也是非常夯的 字丑莫怪 我還記得這樣子的東西 也是蠻經典的 就是一個Tic Tac Toe的圖形 那就是 活到老學到老之類的 同學 你把這一頁黏起來了 是為什麼你寫錯了 浪費了我兩頁 我寶貝紀念冊 又是一個寫錯 然後黏壞了的朋友 這位同學 你為什麼要把所有的字 都用這一個黏上去啊 然後這邊還有可以開的 哦 我懂了 這邊寫 Don't open 翻到這位 已經離開了 這個世界的朋友 記得他 小小G 的一個女生 真的 有時候我們回看紀念冊 會覺得很搞笑 但是 現在看這 非常多的名字 回憶起來 還是會覺得有點想念耶 就是那一個朋友 他小學時候 停留的樣子 會突然間 浮現在你的腦海裡 就這樣子啦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的紀念冊 原來這樣子拿出來 再翻看 還真的回憶很多耶 想起了非常多人的臉孔 不曉得你還有沒有留著你的紀念冊呢 不管你是在馬來西亞 在台灣 還是在哪裡都好 歡迎你留言跟我分享 有哪一些留言是你的紀念冊裡面也有的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印象非常深刻的 好的 希望我可以做什麼樣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你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YouTube 希望我們都可以多多的交流啦 我是Juny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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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